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医学院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紫禁齿科的牙科博士 李属霞医生为大家分享 正确护齿从小做起的主题 李医生您好 您好,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关于儿童牙科的一些知识 和儿童牙齿保健的一些护理要点 我是紫禁齿科的李属霞医生 93年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毕业的 在北京口腔医院工作了20多年 17年经过优才计划来到香港职业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关于儿童牙科护理都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儿童牙齿的护理呢 其实是要从一出生开始就要做起的 那么今天这个讲座呢 我主要和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呢 是儿童牙齿发育的特点 第二个内容是说 不同年龄阶段牙齿护理的要点 第三个问题是儿童常见的一些牙齿的问题 和相应的处理方法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儿童牙齿发育的特点 儿童的牙齿呢 正常萌出时间是出生之后的六到七个月开始 一直到两岁半的时候 它的二十颗乳牙就给全部都萌出了 那么从六到七岁的时候开始横牙蒙出 一直到十二岁的时候横牙全部蒙出 这个是我们牙齿蒙出的一个时间和顺序 致齿呢是要到十六到十八岁的时候才会开始蒙出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智贵齿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蛀牙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 这个小朋友的乳牙 基本上大部分牙齿全部都蛀了 凡是这些黑的都已经都是蛀牙 而且呢有一些牙齿 像这些牙齿全部都蛀到很严重 就剩下牙根了 上面的牙怪已经没有了 乳牙一共是有二十颗 分为前牙和后牙 它刚刚我们已经讲过 是从出生之后六个月开始萌出 到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长出来了 牙齿的结构来说呢是分三层 牙齿的最外面这一层是牙幼稚 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抗外界的一些刺激 比如说吃凉的热的甜的酸的这些食物 可以保护我们里面的牙本质和牙神经不受刺激 里面的这一层呢叫牙本质 是为外面的牙幼稚提供营养支持的 这里面呢我们牙齿的最里面是一个空腔 里面有一个牙神经是从骨头里面进来的 那么它会为牙齿的所有硬组的提供营养 什么是取齿呢 取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蛀牙或者是虫牙 是一种很常见的口腔的慢性疾病 主要的原因是口腔里面的质曲筋 利用饮食当中的糖症 它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酸性物质 降低牙齿表面的质曲质 就是牙幼稚表面慢慢的拖矿 然后慢慢的拖矿严重之后就破坏掉了 形成一个取动 所以这个是蛀牙形成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是要探讨一下 是不是乳牙更容易蛀牙呢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牙幼稚表面的钙化程度比较低 外面也不如恒牙的表面坚硬 因此它对酸性物质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差的 也就是说同样的PH值环境下乳牙会注得更快一些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儿童他比较喜欢吃甜的食物 或者粘性的食物 甜的食物呢就给细菌产酸提供了很多的基础 粘性食物就会让食物腌在牙齿的表面不离开 让这个牙齿表面持续拖泡 这样蛀牙也会比较快的产生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小朋友刷牙通常都不是很熟练 或者不喜欢刷牙刷的就很快 差不多半分钟就刷完了 再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小朋友他睡眠的时间会比较长 睡觉的时候小朋友并不会吃东西 那么口腔里面的唾液的流动速度也会降低 所以会有利于细菌的繁殖和产酸 更容易导致蛀牙 我们再来说一说乳牙取坏的特点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乳牙换取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发病年龄很早 有一些小朋友半岁多一点 七八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有第一颗蛀牙 2005年我们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城镇和农村儿童的 五岁儿童的换取率差不多是60%到70% 也就是说五岁左右的孩子有一大半的孩子 他的嘴巴里都至少有一颗蛀牙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蛀牙它是突发的 也就是说小朋友的嘴巴里很少会只有一颗蛀牙 而是经常有好几个蛀牙 再一个特点是不容易发现 因为早期症状是不明显的 它也不疼也没有不舒服 所以很难会早早的发现有蛀牙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定期进行牙齿的检查就很重要 乳牙蛀牙还有一个特点是 补的材料比较容易脱落 经常有的家长会说 哎呀这个牙几个月之前刚补过 怎么又掉了 首先呢是因为乳牙的形态的特点 我们补的材料比较容易掉 另外一个呢是小朋友 尤其是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 它很难配合的非常好 所以一些柱的那个物质没有完全去干净 那么我们新补的材料就会容易脱落 还有一个乳牙齿坏的特点呢 就是进展是非常快的 差不多有半年左右就可以从刚刚开始的一个小洞 变成一个很大的牙洞 而且容易波及到牙神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就应该要认真的刷牙 然后病期找医生检查 有蛀牙呢及时的处理 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谈一谈 不同年龄阶段牙齿护理的要点 那么我们先从胎儿期来说起 那可能有的人会说 那妈妈怀着宝宝有什么可注意的呢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对父母亲进行正确的口腔护理的一个 教育的很好的时期 就是教一教父母将来怎么样给孩子的口腔做护理 教一教父母怎么样正确的刷牙 这样将来就可以好一点 更好的照顾自己的暴动 同时护理好自己的口腔 也可以安全的度过孕期 不要出现牙齿的一些牙疼啊 或者流血啊 一些急性的状况 尽量避免在怀孕的时候看牙 同时怀孕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吃四环素类的药物 以免引起小朋友的四环素牙 四环素牙呢也就是牙齿有一点发黄 是一种牙齿的疾病 同时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呢 尽量避免去看牙 当然 如果说有一些急性的症状 比如说牙疼啊 或者牙齿流血啊 那是一定要去看的 因为相比较而言 牙齿的感染和牙疼 对于胎儿的伤害会更大 而去看牙如果在医生和患者 配合的非常好的情况下 看牙是相对很安全的 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0到1岁呢是婴儿期 在婴儿期的时候呢 前六个月宝宝的口腔里面是没有牙齿的 在牙齿萌出之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在手指上面 担一些湿润的纱布来按摩和清洗牙齦 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六个月以后常常就会蒙出第一颗牙齿 在第一颗牙齿开始蒙出以后 就可以用很软的软毛牙刷 蘸一点点水 轻轻的刷刷牙 其他的位置呢也可以轻轻的刷一刷 对牙齿起到按摩和清洁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用纸套牙刷 湿润之后再来用 但是一般这个阶段的口腔清洁 是不建议用牙膏的 同时应该提醒大家 第一次牙科检查 就应该是这个时候进行 在1到3岁的幼儿期 我们要怎么样护理牙齿呢 这时候可以基本上正常的开始刷牙了 每天两次 也可以开始使用牙线 三岁的时候可以开始使用 很少量的儿童牙膏 每天只用绿豆大小的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早上是孩子自己刷牙 晚上就会请家长帮忙刷牙 刷牙的时候会采用一个抱头式的体位 那么这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以后还会有一些小的活动 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帮孩子刷牙 在学龄前期 也就是3到6岁的时候 我们的牙齿应该怎么护理呢 首先应该养成很规律的刷牙习惯 每天早晚刷牙 家长晚上帮忙刷牙 早上孩子自己刷牙 每餐之后要检查是否有食物嵌塞 也就是吃的东西卡在牙齿里面 并帮忙使用牙线 即时去除嵌塞的食物 也就是说刷牙的话可以每天两次 早晚各刷一次就行了 但是每餐吃完之后都需要去漱口 然后帮忙使用牙线 把嵌塞的食物及时去掉 同时也要教会孩子使用牙线 另外呢 三岁开始就可以使用绿豆大小的儿童牙膏 一般来说在这个阶段 不提倡使用韩服的树口水和韩服灵胶 这些孵化物 我们香港呢 自来水里面就是韩服的 有非常微量的服务 所以如果发育正常的孩子 是不需要另外使用孵化物的 如果觉得孩子的蛀牙很多 或者孩子的牙齿长得不太好 可以请医生帮忙检查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请医生帮忙进行孵化物的食物 另外这个阶段 如果有一些牙齿长得非常不起 或者有地包天 这样子的撮合机型 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去看正经医生 在六到十二岁的学龄期呢 就应该常规的使用韩服牙膏 应该由孩子自己刷牙 但是每天晚上会由家长帮忙检查 补刷也可以家长每两到三天 帮忙刷一次牙 督促孩子坚持使用牙线 同时这个阶段呢 很容易发生牙齿长得不整齐 等等这样的撮合机型 因此家长每六个月 都需要带孩子去看正经医生 监控孩子牙齿生长发育的情况 在青少年期 也就是十二到十八岁的时候 首先需要增强孩子对自身口腔 卫生保健的责任心 还有口腔护理的一个兴趣 给孩子增加口腔疾病的相关知识 和预防保健措施 监督孩子的刷牙和牙线的使用 促进孩子养成良好的 口腔卫生保健习惯 和每半年看牙医的良好习惯 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智慧齿就会慢慢的萌出 在智慧萌出的时候 要更加注意口腔的清洁 如果出现发炎疼痛 这些情况要及时去看医生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 儿童常见的一些牙齿的问题 以及相应的处理方法 有些地方有一些风俗 说宝宝出生的时候就有牙齿 这个是一个不及之兆 那么其实不是这样 有的宝宝出生的时候 就会有一到两颗牙齿 我们就叫它诞生牙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有时候是跟遗传有关系 有时候是会跟怀孕期间的一些饮食有关系 总之呢 这个不用担心 这些牙齿是不正常发育的结果 有一些牙齿生下来的时候 它虽然在那儿 可是你晃一晃它 它其实是风冻 所以它会很快的会脱落 但是家长要注意的是呢 如果宝宝出生的时候就有牙齿 那么就要尽早带它去看一看牙医 因为有一些诞生牙 它出生的时候就是松动的 而婴儿呢 大部分时间是在睡觉 如果它睡着的时候 这个牙齿脱落了 掉到呼吸道里面 对宝宝就会有生命的威胁 所以应该及早去看一看 如果松动的话 就早一点把它拔掉 那这些牙齿呢 经常都会早早的脱落 它不会影响正常乳牙的生长 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牙病会传染吗 实际上牙病是可以传染的 它传染的主要途径呢 就是密切接触 也就是照顾宝宝的大人 他口腔里面的细菌 是大概率会传染给宝宝的 不管是引起注牙的一些细菌 还是引起牙痘病的细菌 都是可以通过餐具啊 这些或者是手啊 来传染给宝宝 所以我们第一要求的就是 孩子要有专用的餐具 家长不要使用这些餐具 而且餐具要定期消毒 有一些中国传统的家长呢 带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吃的东西 他会习惯性的用自己的嘴 来尝试一下 说哎呦烫不烫啊 这样其实是一个不好的卫生习惯 还有一些家长看一些资料说 浮花物还可能导致中毒的 那么孩子还能使用寒服牙膏吗 确实 浮过量的话会导致浮斑牙 服骨症 服中毒甚至于急性服中毒 还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我们使用寒服牙膏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定呢 寒服牙膏里面的剂量是很低的 服的剂量是很低的 按照服中毒剂量的标准来说 20公斤的儿童要吃一整只的 寒服牙膏才会接近中毒剂量 而成年人要一次性吃14只 左右的牙膏才会中毒 而且我们牙膏是用来刷牙的 并不是吃下去的 另外为了确保安全健康 两岁之前我们是不提倡使用牙膏的 因为那个时候宝宝还不知道 什么是喝水 什么是漱口 他不知道把这个牙膏吐出来 清水刷牙就可以把牙齿刷得很干净 如果还是想用的话呢 我们就用非常少量 用绿豆大小的儿童牙膏 不过还是尽量不需要用就可以 另外一个问题是 儿童可以使用电动牙刷吗 一般来说 电动牙刷清洁的效果 并不比手动牙刷更好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手动牙刷来仔细刷牙 和马马虎虎的用电动牙刷来刷牙 相比较手动刷牙会刷得很干净 当然如果用电动牙刷仔细清洁呢 也可以刷得很干净 那么他们两种清洁方式的差别是什么呢 是电动牙刷清洁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会清洁的更快 使用电动牙刷需要刷牙 两分钟就可以了 使用手动牙刷至少需要三分钟 才可以把牙齿刷得很干净 另外吃完饭以后不建议马上刷牙 可以吃完饭以后先竖口 在半小时之后再刷牙 不是非常建议儿童从小就使用电动牙刷 这个就跟我们开车的时候 用自动挡车和手动挡车的原因是一样的 因为儿童需要学习手动刷牙的刷牙方法 除非他一直就使用电动牙刷 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蛀牙呢 第一个是说我们吃的东西要少甜少棉 吃饭以后呢及时漱口 因为吃完饭以后我们口腔里面的食物会产酸 口腔里面的PH值是比较低的 饭后及时漱口可以让口腔里面的PH值 及时调整到中性的状态 另外就是认真刷牙和使用牙线 第三个办法呢就是合理的使用浮化物 浮化物的使用最好是由医生帮忙使用 另外就是衡牙萌出以后 及时进行窝窝封闭 对牙齿进行保护 总而言之 每四到六个月去看一看牙医 如果有一些问题牙医会帮忙及时处理 有的家长会说 乳牙反正会掉了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呢 不是这样的 乳牙的健康对儿童的正常身体发育很重要 因为如果乳牙住的很多 那小朋友的营养摄入会受影响 对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就会有影响 另外呢 乳牙也对恒牙的正常发育很重要 因为乳牙如果住了 导致牙根发炎 就会影响到 它的继承恒牙的正常发育 继承恒牙常常会有一些 牙齿畸形啊这样的问题 另外呢 有时候我们在孩子换牙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出现这个里外两排的牙齿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要不要管它呢 那么在儿童换牙的过程当中 如果乳牙还没有脱落 恒牙就已经长出来了 这些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它双排牙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出现双排牙 主要是和孩子的饮食结构有关系 现在的小朋友吃的食物越来越软 不像以前还啃一些甘蔗啊 或者苹果啊 这些硬一些的食物 所以乳牙会正常的磨耗和脱落 这是第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相对会比较焦气 那乳牙有一点松动的时候 如果吃一些硬的食物 它偶尔碰到一下就会疼 那小朋友呢就会主动的避免使用乳牙 那这样呢 这个牙齿的脱落就会变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乳牙做过根管治疗以后 乳牙的牙根吸收会很慢 也会导致乳牙的滞留 出现了双排牙以后 就需要及时去看牙医 拔掉滞留的乳牙 给横牙的正常生长 创造一个空间 那还有一些情况呢 是乳牙过早脱落 也就是说在换牙的过程当中 乳牙还没有倒替换的时间 就因为蛀牙或者外伤的原因就脱落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它乳牙早脂 如果是前牙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处理的 因为前牙很少会移位 到了横牙萌出的时间 它就会自己长出来 不需要干预 但是如果是后牙的话 就像这个照片上的 乳牙的五号牙没有了 我们新长出来的横牙呢 就会往前倒 那么原来乳牙的间隙 慢慢的就变小了 横牙的继承横牙 就会比较难长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医生做一个间隙保持器 为继承横牙的生长提供一个空间 有的小朋友乳牙掉了很久 也不长新牙 或者七八岁了还没有开始换牙 那是不是不正常呢 一般来说小朋友的牙齿发育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全是肉岁开始换 并不是有的小朋友五岁就开始换牙 有的小朋友到七八岁还没有开始换 或者有的小朋友乳牙脱落了半年了还没有长新牙 都是有可能的 尤其有一些乳牙像门牙 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不小心磕掉了 那么它一定会等到六岁左右才可以是长新的 这个不用担心 但是对家长来说呢 如果乳牙脱落了半年以上没有长 或者相对的横牙已经长出来了 这颗牙过了两三个月还没有长 这时候可以请医生拍一个S光片检查一下 疼牙培是不是正常 就可以了 有的家长会问五岁就开始换牙 会不会孩子性早熟呢 其实这个不用担心 小朋友的骨发育 性发育和孩子的牙齿发育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有时候小朋友应该拔牙的时候 就哭到坚持不肯拔牙 那怎么办呢 有的家长就说那算了不肯拔 就不拔了 反正乳牙也会掉的嘛 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首先这样非常松动的乳牙 在孩子睡着的时候脱落 步入到呼吸道会有生命危险 另外 双排牙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拔除乳牙 也会影响继承腾牙的发育 这时候就要和小朋友商量 在医生的配合之下 想办法把小朋友的牙齿 防他拔掉 非常松的乳牙 家长也可以帮忙 用纸巾包住 煮牙轻轻的一拉就会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会碰到的就是 孩子牙齿受伤了 要怎么办 那小朋友 经常会比较淘气 或者在外面运动的时候 牙齿受了伤 首先家长应该检查孩子 有没有昏迷 狗吐 或者意识丧失的一个过程 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原因 那么第一时间就要去看急诊 需要看心脑血管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意外 如果没有 那么再看看孩子有没有流血 在审布位置流血 流的血多不多 是不是流的很快 如果流血的速度很快 家长应该第一时间 找一张干净的纸巾 或者是布 或者用自己干净的手 压迫流血的位置 两到三分钟 然后松开 再检查一下看看 血流是不是少了一点 如果没有流血 那就要看一看牙齿 有没有损伤和脱落 有没有脏口困难 有时候如果有骨折的话 也可能我们嘴里面并没有伤口 但是小朋友的嘴巴就脏不开了 脱落的牙齿 如果是乳牙的话 就可以随意保存 带给医生看一看就可以 如果脱落的牙齿是横牙 就一定要第一时间 妥善地保存 尽快看牙医 首选呢 就是用流动水 清洁干净之后 把它原味放入到 牙草窝里面去 如果不能非常好的 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呢 就要清洗干净之后 放在牛奶或者是生理盐水里面 如果这些都没有 就可以含在舌头下面 外伤之后呢 就要尽快去看医生 一般来说牙齿脱落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放回去 我们叫它再直 这个成功率是可以达到90%的 一定不能做的 有几件事情呢 就是牙齿脱落以后 一定不可以用手或者纸巾擦牙根 去清洗的时候 一定是用清洁的水 冲洗就可以 不要用手去擦 即便有一些脏的东西 也不能自己去 晚上说我把它刷干净 这样是不行的 另外就是不能用干的纸巾 或者是布来包裹牙齿 一定是放在湿润的环境里面 如果脱落的牙齿周围 有一些肉啊 有一些骨头啊 也不要动 就按照刚才说的 泡在牛奶或者生理盐水里面 带给医生做可以 随着时间的延长 牙齿脱落之后 再直的时间越长 它的成功率就会越来越低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小朋友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